作者 按摩师 演播 麦小布 肖天忆 第2771集 在远道神尊的身边 之前散发出恐怖防御气息的谷中 此刻却是化为了一个个的碎片 散落四周 几乎看不出来原来的模样 而黑玉祖地的身上的藤蔓呢 也一时如此 一块块的被轰爆开来的藤蔓散落 极其的凄惨 已经彻底的在寂灭暗雷的轰击之下 失去了圣经 此外 两个人身上的铠甲也是彻底的粉碎 全身几乎是没有完好的地方 荡魔神尊呢 忍不住倒歇了一口凉气 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这一幕 恐怖 太过恐怖 虽然寂灭暗雷是来自他暗幽府的宝物 但是他万万没想到这么多的寂灭暗雷爆炸所形成的 威力会有这么的恐怖 远道神尊和黑玉祖地都是超脱级的高手 这些年征战宇宙海 实力非凡 但是呢 这样的强者如今却是这么的击惨 被扎得身体残破 估计只剩下了小半条命 荡魔神尊 知道远道神尊和黑玉祖地完蛋了 此时就算是他们还没有死 可体内的本源已经是彻底受损了 一生实力 实不存一 除非闭关个万年 或许才能够恢复巅峰状态 但是荡魔神尊和秦晨 又怎么会给他们这个机会呢 所以啊 当他们被秦晨算起的时候 这个结果就已经是注定了 嗖嗖两声 此时远处两道流光略来 落在了秦晨和荡魔神尊的身边 正是方木灵和玲珑神女 之前两个人因为修为太弱 以免在战斗之中给秦晨他们带来麻烦 所以两人故意没有靠近 现在感知到这里的动静 第一时间便是靠近了这里 看到眼前的场景 两个人一是道歇了一口凉气 一脸的呆滞 西米岸雷 居然这么恐怖 方木灵喃喃自语道 当魔神尊摇头道 大小姐 极灭暗雷的威力的确是恐怖 但是这一次之所以能爆发出来这么强悍的威力来 其实和秦少侠脱不了干系 他 方木灵惊恶地看过来 当魔神尊看了一眼秦晨 瞇着眼睛道 若是老奴没看错的话 秦少侠之所以布置 寂灭暗雷 应该是以一种特殊的空间位置布置的 既封锁了远道神尊他们的退路 又能将寂灭暗雷的威力在特定的空间里不断地震荡 爆炸 叠加 最终 量变形成了质变 才造成了如此恐怖的威力 方木灵和玲珑神女都是震惊地看了一眼秦晨 这么厉害的吗 秦晨却是看了一眼荡魔神尊 此人的眼光倒是不错 居然看出了他的手段 的确 之前布置寂灭暗雷的时候 秦晨利用自己的空间造诣 进行了一些谋划 导致寂灭暗雷的威力 在原先的状态之上又提升了几场 远道神尊和黑玉祖地快死了吗 方木灵看向了重伤的两个人 不由地询问他 的确是快死了 不过超脱强者想要陨落不那么容易 即便是两个人身受重伤 也不能有任何的轻视 荡魔神尊话音落下 忽然一掌派出 轰的一声 无边的魔威席卷了出去 当这股魔威即将淹没 黑玉祖地和远道神尊的身体的时候 两个人身上突然绽放出了两股本源之力 将荡魔神尊的这一道魔威直接横扫开了 方木灵和玲珑神女 见状不由地道谢了一口凉气 还好他们之前没有贸然上前 否则怕是已经身受益处了 远道神尊 你之前洋洋得意 对付我暗幽佛大小姐的时候 怕是没有想到会有今日吧 荡魔神尊冷横了一声 唉 远处虚空之中 原本贪坐在那里的远道神尊 缓缓地坐了起来 叹息地开口 想不到我远道神尊英明一世 今日会在这里跌了跟头 远道神尊 你还不是因为你不相信我 若非是你轻信对方 又岂会落得如此地步 另外一边 黑玉祖弟浑身是伤痕累累 萎靡在那 忍不住恼怒地说他 他不敢后悔 都是远道神尊这个白痴 当初他就不应该答应对方 针对荡魔神尊的 远道神尊被黑玉祖弟这么呛了一句 却是一言不发 只是脸色无比难看 此时他已经明白过来了 自己是被秦晨他们给骗了 哎 袁道神尊叹息了一声 这时候醒悟过来已经是晚了 他心中自然是懊恼不已 只是呢 他也知道 这时候并不是懊恼的时候 当即转头 看向了荡魔神尊 荡魔神尊 想不到你身上竟然有如此之多的寂灭案类 并且为了灭杀我们 竟然甘愿引爆这么多的寂灭案类 你这么一来虽然能重伤我们 但是你的本源同样也会受损 甚至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为了终于暗幽腹 你值得吗 袁道神尊 沉声说道 当年的你可是当魔还赫赫有名的强者 而今难道就甘愿当他人的一条狗吗 他不明白 大家都是为他人做事 何必如此拼命 当魔神尊用不懈的目光 看着远道神尊 冷冷道 远道神尊 你不觉得你自己说的话很可笑吗 论当狗 你才是拓拔世家的一条狗 当年暗幽腹 腹主大人与我有恩 我甘愿追随暗幽腹主 而绝非像你一样只是为了利益 至于这些寄灭暗雷 你以为只是我一个人引爆的吗 远道神尊一正 你什么意思 话落 他豁然看向了秦辰 难道这些寄灭暗雷是此人引爆的 可之前黑玉祖地不是说对方只是半步超脱巅峰吗 不达超脱境界 根本无法引动寄灭暗雷的呀 好了 当魔神尊前辈 别和他们废话了 你没看出来 他们只是在拖延世间吗 而当远道神尊看向秦辰的时候 秦辰却是冷然开口 然后身形骤然的动 他没有任何的废话 手中神秘秀线直接出现 抬手就是朝着黑玉祖地一剑斩杀了过去 不再有丝毫的隐藏 轰的一声 无数的恐怖剑光在虚空之中汇聚 顷刻之间化作了一道通天的建筑 这建筑之上一道道的杀意和空间之力凝聚着 引动四方的空间 这一道建筑还没披落下来呢 四周的虚空就仿佛是要在这无形的契机之下撕裂开了一半 果然是你 原本躺在那里的黑玉祖地 看到秦辰运转着杀意剑气 瞳孔骤然的遗憾 身体之中一道惊人的黑暗之力 再度涌动了出来 强势抵挡着秦辰这一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